快乐汉语 来自东方的韵味 你们野花既不复 又是现在最炽的 和属于中国制造的独特烙印 那是来自传统的魅力 处于到了开墙的时刻 一起跟着雨棚马沙 感受乌镇的风情吧 今天的快乐汉语 教您快乐前行 白色落空的野花既不复 又是现在最炽的民族风 没错 他们今天穿的就是 乌镇特色的蓝印花布 蓝印花布是中国传统 手工应染记忆 简单原始的蓝白两色 创造出一种纯朴自然的风格 漏空的花板雕刻着细致的花纹 不知不觉中也体现了乌镇的风情 我听说它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 而且到现在还是纯手工制作 对了 那这些蓝印花布是怎么做的呢 如果你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而且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这时你可以这样说 对了 怎么怎么样 哇 据说这个蓝印花布是纯手工制作的 那这些白花难道是画上去的吗 印花我猜应该是盖上一层去的吧 马上我看我们还是别瞎猜了 原来蓝印花布的花纹 制作起来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 而是先得将提前设计好的 漏空花板铺在白布上 用刮浆板把防染浆剂刮在布上 等晾干以后 在染中反复染色 再将防染浆粉刮掉 这就有了蓝白花纹 哇 一千人真是太聪明了 一千年前就知道怎么制作 这么解开的有漂亮的蓝印花布 马下 蓝印花布算什么呀 乌镇的还是丝绸之乡 四千多年以前啊 这里居会的蓝印花布 丝绸了 真的吗 没错 屋镇是名副其实的丝绸之乡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各种各样的丝绸制品 不过宇蓬和马莎 却被一位老奶奶在做的事情 给吸引住了 宇蓬 你不是说要带我去看丝绸吗 那为什么我们来到这里呢 马莎 你猜猜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 我可真猜不出来 奶奶 这是什么呢 这是剪子 这是在做什么呢 剪子不棉兜 老奶奶正在做的就是剥剪子 四十个剥好的剪子就可以做成一个棉兜 剥好晒好后的棉兜就能拉成蚕丝背 宇蓬和马莎就来试试看咯 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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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这样对吗 一 二 三 这个真的是有带子 蚕丝真的是非常好 对 根本就拉不动 我的天呐 你真喜欢身材 不要 你把帅打了 不要再帅了 我的马莎的劲太大了 宇蓬 马莎 这拉蚕丝背可得用巧劲 据老师说 做一床一公斤的棉被 需要一百五十个棉兜 而一个棉兜都四十个剪子 也就是一床蚕丝 需要六千多个剪子才能制成呢 学完做蚕丝背 他俩来到一大丝号 了解枝井的工艺 哇 观众朋友们 你们快看这镜子里面的图 好漂亮啊 是啊 颜色好鲜艳 这个图好精致啊 是不是 那老师您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这是我们上下两个人一起操作的 下面就是有一个新的女性配合的 这需要两人密切配合制作的井段 就是屋井咯 屋井是吸收了中国织井工艺 融合了屋镇传统特色的 皮花丝织井段 它选用最优等的天然蚕丝为原料 有时还用纯金线制造呢 工艺也十分复杂 一天仅仅能织五至六厘米 可以说是寸井寸金 而织屋井的这个大家伙呀 就叫做大花楼织布机 它可是拥有近两千个部件 可以完成一百多道制作工序呢 那老师 我问一下 你们两个人是怎么配合的呢 我脚踏足盖 上面的人通过这个大切 把金线提起来 上下配合 哦 原来是这样 哦 原来是这样 原来我想要一旁 要不你爬上去试一试要怎么样 呃 我爱你啊 我上去了 哦 刚刚刚 那边下的 也不对 也不对啊 到底是哪个人说的 人真是太冷 还是下来了 哇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哇 这十几年的功夫啊 不是白练的哦 太佩服两位老师了 是啊 那要想穿用丝绸做的衣服 啊 感觉真是太爽了 哎呀 马莎 我们今天穿一下用丝绸做的衣服吧 而且在乌镇啊 只有特别的日子呢 才能穿这种衣服哦 这乌锦真是够精致的 怪不得乌镇被称为丝绸之斧 乌锦和蓝印花布 这样的古老民俗手工艺 不仅体现了乌镇人的智慧 还传递了乌镇人对美的要求 刚刚宇鹏卖了个关子 那么到底他说的特别的衣服 是什么样的呢 由美丽加新学快乐汉语 啊 原来是结婚的时候要穿的衣服 是啊 这些呢 都是乌镇水乡人结婚时穿的衣服 用的呢都是上等的 仇啊 很有特色吧 是啊 但是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们刚刚还到了这个频道啊 你们可千万不要误会啊 嗯 我们呢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 乌镇水乡人结婚的这种特色 对了 你知道水乡人是怎么找对象的吗 如果你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而且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这时你可以这样说 对了 怎么怎么样 说到这水乡人传统的结婚方式 最大的特点就算是水路并行 红红银青船点亮了平静安逸的小镇 那么水乡人到底是怎么找对象的呢 在以前呢 水乡有这样的习俗 生了男孩啊 在自己家里啊 种一棵桂树 那生了女孩呢 就种一棵桑树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树啊 一种就是十几年 媒婆路过家里的时候一看 哦 这个树长得差不多了 该去提霉了 那要是他们说成了怎么办 说成了就选日子结婚啊 南方家里啊 还会送一些桂圆啊 核桃啊 蜜枣啊 芋呢 就是甜甜美美 哦 那女方呢 当然就是准备嫁妆了 嫁妆是女子出嫁时 从娘家带到丈夫家去的随嫁品 说到这乌镇结婚的嫁妆 从衣服到房内器具应有尽有 而蚕丝被更是必可少的 并且啊 装嫁妆的箱子 可是由女方家种植的张树砍下制成的哦 女朋友马莎为了观众朋友们 决定牺牲一下 为大家展现水箱婚礼的过程 要知道啊 在传统婚礼中 新人可是从来没见过面的 那么不知道新郎官对新娘 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听媒婆说啊 对方是个大美女 我希望她能够协会一点 会做饭 会洗衣服 在我玩游戏的时候呢 你都不管我 能够理解我 疼我 懂我 爱我 欣赏我 崇拜我 这位新郎官 你这要求还真是够简单的 而蒙着盖头的新娘 可以说是找不着北 还发生了个小意外 往前走 我在这里呢 跳啊 看来当个新娘还真是不容易 这是我第一次去白糖 也不知道父母给我选了 什么样的老公 不紧张 来 放下较量啊 起叫 喜娘一声起叫 喜庆的锣鼓唢呐 便伴随着大部队起车 可是陪伴在新娘身边的 喜娘是何许呢 喜娘深知婚礼程序 伶牙俐齿 在传统水乡婚礼中 她负责引导和提醒新娘子 结婚的流程和规矩 这不一会儿功夫 她们就到了喜庆堂 要拜堂咯 一拜天地 感谢上场 家人成队 二拜高堂 感谢父母 养业之恩 夫妻交拜 天作之和 百年相拜 礼程 送入冲牌 终于到了开奖的时刻 我好紧张啊 来 两位新人不用紧张 趁挑红筋 这么紧张的时刻 应该直接先盖头就好了 你还来帮我 而且还拿个秤 去 趁挑红筋 趁心如意 夫妻和眉 你要是不要啊 那得要 我的心脏 好紧张 是中了一等奖 还是中了安慰奖呢 这位新娘 你也太心急了吧 在洞房里 这女孩的红盖头 可得用秤杆揭开才行 不仅如此 洞房里还得喝焦杯酒 因为在古代 焦杯酒被称为河井 隐身意就是结婚 这个传统的仪式 也有着住院夫妻恩爱的 美好寓意 一二三四五六 哎呀马上啊 你真的是太贤惠了 一下子做了六床蚕丝碑 我娘说了这床蚕丝碑很有好几十年 她希望我们能够长长久久的永远在一起 那六床蚕丝碑也太多了吗 不多不多 我娘说了越多越好 哦那你娘还说啥呢 我娘还说了 我们这次结婚结得差不多了 我们应该回到主持人的状态了 嗯 你娘说得对 观众朋友 我今天呢不但了解了水江的这种独特的婚俗 而且呢还见了这么多独特的手工艺品 美出啊都让我感觉很新奇啊 是的 我们这次的嘉欣之旅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人的惊喜 是啊 嘉欣美丽的风景就犹如一个秀美的女子一般 温婉而优雅 那末世庄园里沉淀的故事 古镇西塘里的生活气息 古镇水箱里的风情 一线而过的前塘潮 都似一幅幅画卷 游会在灯影之中 停留在他们的记忆里 宇鹏和玛莎来到嘉欣的日子 虽然很短暂 但是这里却留下了好多值得回味和珍藏的记忆 从明天开始 快乐汉语将走进十三朝古都西安 那现在呢我们还是来复习一下 今天所学的语言点 对了 那这些蓝印花布是怎么做的呢 对了 那这些蓝印花布是怎么做的呢 哦耶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这样说 对了 这家餐馆的川菜可是一绝 对了 我想起我的钱包在哪了 好了观众朋友们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学说中国话 朋友变天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座文明古都 赶紧进去吧 玲珑塔塔玲珑 独一无二的特殊建筑 大石恩寺 优来这套大佣 一起走进这古老而文明的城市 看这一座